好,在荣民节的前夕,为了要向乡内荣民致议 新城乡公所18号晚间在回南湾餐厅举行 邀请地方荣民,荣券500多人参加 并且表扬了9个村民的荣秀荣民 乡长何理台也感谢荣民们对台湾的付出 让社会能够安居乐业 荣民节的前夕,新城乡公所为了向乡内荣民致议 新城乡公所18号晚间在回南湾餐厅举行 邀请地方荣民,荣券500多人参加 老乡相见,风云的高兴 大家一边叙旧,一边欣赏舞蹈团体的演出 让现场充满活泼,温馨的气息 向南回台表示,荣民弟兄早年在保家卫国南征北讨 退伍之后,更要积极投入国家实在建设的行列 奠定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包括工程军训的中红公路以及北回铁路 都是当年荣民弟兄们一秋一惨,一府一着所开垦出来的 荣民弟兄积极投入以及牺牲奉献 荣民前辈对国家建设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一天的军人,一生的荣耀 民国68年,8月的时候行政院核定 每年的10月31日是我们的农民权 最主要是在于感念各位农民前辈 对国家社会的特殊贡献 所以才为了10月31日,农民节的节日 乡长和理台也感念农民前辈们的付出 所以他创办了今天的农民节庆祝大会 乡长感念农民前辈的付出 有你们的保家卫国,才有今日的长治久安,国泰民安 有你们的付出,才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乡长和理台也谢谢各位前辈对于他的支持 所以他才能在新城乡推动三项社会福利有感政策 也谢谢我们在陈秀玲副主席的带领之下 11位代表对于我们乡中所预算的支持 以及对于我们乡镇建设的鞭策 现在和理台感谢荣民弟兄们 年轻的时候保家卫国投入战争 来到台湾之后又加入国家建设的行列 中横、苏花公路、北回以及南回、铁路等重大建设 都有他们的身影 也才有今天台湾的富强社会的安定 他代表地方乡亲 向全体农民叔叔伯伯们表达敬意 记得终于信箱的报道